各位朋友,有粉丝给我发私信,说浩哥美国疯了,那我说美国啥时候不疯过呀,他说美国现在要立法废除华为的两万多项美国的专利,这个事是真的是假的呢? 我说这个事是真的,背景是2023年的11月2号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国会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 对于美国来说,为了能够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他们想尽了一切的办法,从制裁中国科技到长臂管辖,美国肆无忌惮的做法引起了国人都愤怒,而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 美国竟然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的专利权,也就说美国准备对中国的专利归属权进行出手。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议员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提出一项议案,其内容大致是,中国的科技已经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和国家安全, 为了保障美国人的地位优先,美国不得不进行国家安全防御,于是将针对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专利进行下手。 也就是说,美国想出台法律废除中企的专利,剥夺中国科技企业的专利使用权。 目前这份议案已经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24比0通过,这也意味着,美国开始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专利进行明目张胆的抢夺。 一旦美国想要进行长臂管辖的话,中国企业的在美的所有专利被废除,而美国则继承中国科技企业的专利权,然后拿着这些专利向全世界收费,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华为。 要知道,华为在美国拥有专利超过2万件以上,是中国科技企业专利在美最多的国家,可见美国的目的很显然,那就是冲着华为剧的。 根据华为官方通报的专利数据显示,华为在全球拥有超过12万件有效专利,其中与授予美国企业专利使用和专利交叉使用超过2万件以上。 一方面,华为可以赚取专利费,同时,华为通过专利交叉获得其他科技企业的专利使用,可谓是双赢的局面,但美国政府显然不想看到华为过得这么好。 同时,美国在此前出台的制裁名单中也表示,一旦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其专利权也将被自动废除,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奔着中国高科技企业去的。 要知道,专利可是被称为无形的资产,美国此举就是一种掠夺,已经失去了一个国家的底线,一旦通过实施的话,像华为这种拥有大量补制专利的企业,你专利越多,美国就越开心。 甚至美国未来还会以国家经济安全为理由,想要将把欠中国的美债给赖掉,来一个轻盈的举动。 可以说,美国此举完全是强盗的行为,是对国际法的践踏,也会让全世界对美国产生不信任,因为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抢夺。 可是,大家要知道,在美国通过一项法律,它不仅是要在众议院通过,而且还要在参议院通过,即便是在参众两院通过的话,到了总统的案头,也可能是被驳回的。 那么这个事情会不会被驳回呢?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恐惧来源于中国2019年提供的专利数量就超过了140万件了。 中国的知识产权体系也很成熟了,而且华为在5G领域,那是当之无愧的专利大户。 它涵盖了华为的这个专利啊,不仅在通信领域,而且在各种领域,包括电子,网络技术,而且包括现在的汽车。 华为在全球呢,拥有超过12万项专利,90%为发明专利啊,这个华为已经成长成了一个科技界的参天大树了。 对吧?那么它呢,是为了打压华为啊,是提出了这么一个方案啊,这方案能不能被通过呀? 我认为大概率的不会被通过,肯定会给它否了。 为什么呢?你们想一想啊。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专利是,连华为就有两万件啊,别的加起来可能也挺多的。 但你有没有想过呀,美国的专利在中国的更多呀,包括一些药品的专利,对不对? 那个你知道专利法是互相的是对等的呀,如果美国废除了中国在美国的专利,那美国在中国的专利也会被全面的废掉的,谁的损失更大呀? 你看看印度仿制药,你就知道了嘛,对吧? 如果是真的打起专利战来的话,那是美,就是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可以随便用美国的专利。 美国承受得起吗? 所以说这个呢,又是一些弱智的疯子议员,跟那自嗨而已啊,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啊,这是一个事儿。 还有一个事儿啊,传来一个消息是高通,原来的时候高通和一星在卫星电话上,对吧? 那个时候人家是这个领先华为的,后来呢,华为横空出世了一个这个Mate60手机,对吧? Mate60手机,这也是卫星通讯里边的佼佼者呀,啊,而且人家连接的是中国三万六千公里的那个,就是固定轨道的那个通讯卫星,对吧? 这个是有通讯专家都想不通,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也是人家华为和中国企业的绝活,是吧? 可是呢,今天传来一消息啊,高通和一星快被干的倒闭了,高通刚刚在年初推出的。 1月6日,在美国的全球电子消费展CES2023展会上,高通Guarcom公司正式发布了Snapdragon Satellite骁龙卫星通信技术,这是面向旗舰智能手机的双向卫星通信的解决方案。 据悉,骁龙卫星通信技术支持的应急消息功能,将由搭载第二代骁龙8旗舰移动平台的终端首发,2023年下半年将率先在部分地区上线。 高通此次选择的合作对象是Iridium一信公司。 高通表示,骁龙卫星通信技术将支持OEM厂商和其他服务提供商带来真正的全球覆盖。 高通的这一动作,无意给去年火热炒了一阵手机卫星通信的战场带来新的变化。 去年,苹果和华为都称在自家新型手机支持卫星通信,开辟了一个新的技术竞争战场。 苹果iPhone14系列引起消息功能支持发送文字,位置,医疗,ID和电池电量信息,最初只为美国和加拿大提供服务,后来在法国,德国,爱尔兰和英国陆续上线。 截至目前,本服务已在六个国家正式上线。 华为Mate50系列印记消息功能支持发送文字,位置,支持将多个位置做成运动轨迹,但本服务只在中国大陆境内支持。 这里要注意的是,苹果和华为的技术,暂时来看,基本上都是自家使用,至少前期来看是这样的。 然而高通作为通信芯片厂商,可以向全球各大手机厂商提供这个技术的。 另外,其实,去年也有报道称,联发科也已完成自家5G芯片支持卫星通信的测试,说明芯片厂商都会陆续入局卫星通信。 可以预见的是,高通和联发科的能支持卫星通信技术的5G芯片很快就会商用,也应该会被大部分安卓系智能手机支持。 那智能手机的卫星通信技术及印记通信功能很有可能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苹果、华为、安卓系。 后面我们会单独针对各家的技术做一个分析。 虽然普通大众在手机上用到卫星通信以及印记消息功能的机会不多,但我们还是一起期待下后面的竞争会出现什么走向吧。 年初,大家谁也没想到啊,任正非、任老爷子啊,老儿迷奸,现在呢,携着华为独家的卫星通信技术啊,然后呢,把高通和一星给干裂穴了啊,这话怎么听着啊,这么雄壮啊,是吧? 你看,11月10号的消息啊,美国当地时间周四,半导体巨头高通公司与卫星通信公司一星公司宣布,双方终止了卫星电话的合作项目。 一星公司此前曾表示,高通同意在使用一星卫星网络的骁龙移动平台智能手机上启用卫星信息和应急服务,然而智能手机制造商并没有在他们的设备中加入这项技术。 11月3号,高通通知一星,他决定终止协议,从12月3号起生效,高通没有回复制评的请求。 就是说,不干了,这活干不下去了,因为有华为更先进的卫星通话技术都出来了,对吧? 所以你看了没有,任老爷子和华为的确是牛啊,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